砍到美人鱼的尾巴就能换到别墅 而她的身体将会卖给红顿区 为了保持新鲜 渔夫将鱼尾浸泡在了海水里 可没想到她被偷袭 一个生物学家早就钉上了她 并将渔夫直接砍死 接下来生物学家准备将美人鱼带回实验室 将其改造成真正的女人 实验的第一步 是让其长出双腿 经过一年的药物治疗终于成功 在副控的倉扶下 美人鱼已经可以直里行走了 慢慢的 她也开始有了食欲 甚至将玩具当成了海胆撕咬了起来 见时机成熟 实验人员将美人鱼抓了起来 准备做下一步实验 这次生物学家将她拖进了一间小屋 想要观察她的生理反应 可没想到 美人鱼打破了专户逃了出去 并跑进了一片沼沼地影 享受起了泥水的浸泡 可诡异的是 到了第二天 她的尾巴又神奇地长了起来 这让生物学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准备带回去进行解剖研究 在路上 美人鱼喷出了墨汁想要反抗 但生物学家却毫不在意 随后 美人鱼就被带回了实验室 男人拿出一个钩子 将其尾巴勾住 拖进了一间密室 再用铁锁给固定了起来 之后 她拿出了锯子 就要进行切克叔叔 见美人鱼反抗 男人直接将其电源了过去 就在这时 听到动静的复工走了进来 她想要阻止这一切 美人鱼则趁机打倒了男人 并用树死按住他的脑袋 撒进了死亡 用力一扯 男人逼掉了起来 可也不行啊 此时 复工立刻上前 拔掉了鱼尾巴上的束缚 就这样 美人鱼游回了大海 然而 生物学家并没有死 可她终究狼逃一劫